一曲舞文闹幕的女书法家 打破台湾海峡的隔阂 用笔墨文采搭起两岸的书法艺术墙梁 由台湾女书法家学会 主办首届海峡两岸女书法家作品大战 展现两岸女书法家绘制蓝星 又不让虚梅的海洋 2012年10月 在谢继云、张松莲与潘淑梅的奔走下 号召30多名学养身后的女书法家 共同成立台湾女书法家学会 是台湾首创 更打破传统师们心书会的形态 我是觉得女生应该可以站出来 站出来不仅仅只是在幕后 帮助一些男性的理事长而已 中国书法家协会、妇女工作委员会 他们在前年成立 那去年二月份 他们的这个秘书角 他跟我联系 就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成立 就是两岸的这样子的 女书法家的这样子的交流 还有涟漪 自古许多书法 大家都以男性居多 是因为女性进入家庭后 被迫在责任与学养之中做抉择 学会把女性的主题凸显出来 鼓励女性持续创作 问题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生受教育的机会很少 那当然这个中间呢 有没有几个突出的 有 那还要她的家庭的背景 先生的支持 比如说家事的演员员 像谢玲玉呢 还有卫护人 大家就知道 这几个比较特殊的 女性书法家呢 在家庭中的 它有特殊的意义 它可以影响到 自己的这个儿女 还有子孙 影响到一个整个家庭 苏法家它要创作 它一定要增加自己的积累 和人体修养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它就在不断地 影响着它周围的人 神妃玉比墨 汉裔写春秋 这句话来自唐朝书法名家 孙过天之书库 要跳脱男女性别旗舰 立足台湾 放眼天下 以汉裔神飞这个句子呢 来做一个 女书法家学会的宗旨 就是大家每个人 在写书法的时候 神采飞扬 然后能够驾驭 比情莫趣 汉裔写春秋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在写书法的时候 能够为自己的子子孙孙 能够新传 我们的中华文化 这次策展 以杨帆为题 象征两岸同舟共计 以山兰与橘红相衬 凸显女性的建议不拔 展出近200幅作品 呈现老中青三代作品的干件 婀娜 樸石 或是典雅 等多元风貌 让民众一爆眼福 潘秘书长写这一首季语 先以怀速自序铁框草衬地 颜色或深或浅 字体或大或小 呈现多元化的美感 用庄重和碗线条的传书 表达季语或大悠闲的内涵 将宣纸稍微搓揉 书写中呈现自然非白的趣味 《行草》其实它的基本功 要比较长期的锻炼 那当下写的时候 可能这些基本功 你就忘掉了 它才能够很顺畅 写字它不仅是抒情言字 同时也能够表达一些情诗 那我觉得这一首诗 它用《行草》来写 跟它的意境是蛮合的 空到自然成 水到渠成 水不到渠是成不了的 天到头行的意思 就是让大家注重这种 每天的积累 这一生的积累 而达到成功的顶峰 有的时候我们是以牛奶 有时候以咖啡 然后跟水墨做一种融合 这种反差会产生一种趣味性 很多女性对这些会着迷 然后书法跟画也可以做一种结合 这是一个女性书法家聚会的秘密基地 成立至今已举办过多场联姻活动 除了以文会友 也从大笔辉豪之中 找到更多创作的乐趣 在台湾写书法 其实是一条很寂寞的路 大部分都是自得其乐 我希望大家在我们台湾女书法家 学会的努力之下 能够把我们中华文化 能够传承下去 然后推广到海外 然后让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华夏之美 书法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不分你我 在笔墨之间 明星渐行 一群女书法家为我们做了见证 她们展现女性最伟大的光辉 将中华文化一代代传下去 中华文化一代传世al 这个星本都不分解论 中华文化一代传世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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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化一代传世al